那么这样的一个话题呢 我们也先观察到这里 第三个话题啊 也是和中国的这个外交人士有关 那么这周末那就是巴黎奥运会 其实啊这个巴黎奥运会啊 已经是正式开始了 只不过在这个节目是开始前呢 有一些项目是已经踢起来了 有已经打起来了 比如是足球项目是已经展开了这个竞技 但是有人就发现啊 其实在这个巴黎啊 在法国啊 那么对于潜在可能的这个袭击啊 这个社会层面街道的安全 以及整个奥运会期间的一个安全管理啊 是一个非常大的问号 那么这里呢 要引出啊 中国驻法国的大使卢沙野 那么可能正是因为啊 这个奥运会渐进 那么中国驻法大使卢沙野 在接受了一家媒体香港电台的专访 卢沙野在这个专访里就说啊 说中国现在的外交风格确实发生了一些转变 变得更自信 自立 坚持原则 勇于担当 敢于斗争 那对于被贴上战狼外交这样的一个标签啊 卢沙野就批评啊 这说这是西方标签化的啊 这个面谱化的这个去描述中国的外交 企图污名化中国的外交观 希望中国打拨还手 骂不还口 那么在这个专访中啊 啊 那么卢沙野说啊 经过几十年的前行发展中国的实力和国际利位得到极大提升 如果说之前的中国外交是以韬光养晦为主呢 现在中国外交的重心就应该转移到有所作为 那么这个卢沙野在专访中是多次回应这个战狼外交 被称为战狼外交的一个说法 卢沙野说啊 那么美国和部分的西方国家 那随着中国实力上升 越来越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 甚至是长期威胁 为了阻挠中国发展呢 他们是利用媒体智库发动认知战 舆论战 歪曲抹黑中国的形象啊 希望中国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 那么这个卢沙野的专访的意思就是啊 战狼标签别给我们贴 但是我们确实是要有所作为 那么结合到前一段时间啊 这个整个中国的外交部在过去一年时间中啊 不能用鸡飞狗跳来形容吧 也可以用这个风雨飘摇来形容 那么先又啊 这个外前外已经是前外长的秦刚 在一年之后啊 到现在始终没有露面 那王毅是紧急接班回炉 重新拿上外长的这个牌子 那么后有这个战狼 对于中国外交是否继续战狼的 这样的一个疑问呢 在过去的很长的一段时间中 持续有讨论那么卢沙野最新的这个专访是不是表明啊 这个习近平对于中国外交部的一种整治也好 或者是修改也好啊 这种政策方针的重新整理也好 重新定位也好 已经取得了一个成果 那么借由卢沙野的嘴说出了啊 中国现在是需要有所在外交上有所作为了 和平先生 我觉得楼沙野大使啊 主要是为自己被这个西方的媒体的批评呢 作为一个自我的辩护 我当然同意西方媒体对中国的这种崛起发展 有一些啊不太理解 或者是有偏见的地方 但是卢沙野大使在这个加拿大的所作所为 被加拿大的政治学者认为是不符合外交家的 外交官的这样一个表现方式 主要是呢 不是说你不能啊 没有作为 你也不是说你打不反手 而是说你的理论啊 就是是不是一种外交家 应该有的去说服加拿大人表现你中国的啊 某一些语言在同时呢 不是挑衅的女气 而楼沙野呢 之所以被认为是战狼 他是与你表达相当的恶劣啊 挑衅的味道呢 非常的重 很僵硬 那这样一个人也许未来还会升官 也许还未来会怎么样 但是呢 这样一些人实际上是过着这些年 对中国的外交形象 对中国的国际形象起了破坏性的作用 而不是建设性的作用 我们知道外交家 外交大使啊 是呢 这个和平的使者 而不是战士 而不是将军啊 那么这两个角色要分得非常的清楚 如果你到家来去当大使啊 关系还搞得更糟糕 你这个作为大使 大家都认为你你就是个战狼啊 那么这种情况呢 不仅对你个人的形象是一个伤害 对于中国的形象也是这么一个伤害 罗兽也在加拿大的行为 对家中关系是起了一种破坏性的作用 而不是一种建设性的作用 加拿大的政治有他担保的地方 有他对中国不可理解的地方 但是罗兽也这种表现的恶劣 不会因为他这种辩解而得到洗脱 因为历史已经在那个地方 同样的情况 美国和中国的关系 比加拿大和中国的关系还要恶劣 还要糟糕 但是当时候的两任大使 包括秦刚大使 包括尤其是蔡定海大使 虽然秦刚表现的比较的 刚心一点 但是他也没有那么恶劣相向 而且他生日到美国的很多地方 这个试图去到一些州也好 到一些民间的场所也好 试图去软化美中的这样一种对抗关系 那蔡定海大使就更加不容易 那么他的这个表达表述 既然维护了中国的利益 中国的立场 同时呢 他又让美国感觉到 你代表中国政府没问题 但是你那方面呢 你是个可敬的 值得尊重的 值得信任的一个大使 那你这样就比较起来 你罗兽也就差的太远了 对吧 虽然你现在生了一个富不及的这个大使 但是你的这样的恶劣的行为 是中国的外交里面非常糟糕的一部分 习近平先生在最近几年 恰恰调整了中国的外交部的一些行为 他自己在这个究竟上的这种表现 就开始所谓的中国更常用的一种方式 以若开钢 用比较感性的温和的一个真实的诚恳的一个态度 对美国的这个商界这个领袖发表这个演讲 效果也非常之好 所以什么叫这个为了维护利益 不能打不反手 不要什么怎么样 就开始恶劣作为 罗兽也不但在这个 在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加拿大的这个行为遭到批评 他就在法国的大使的时间 接受媒体的采访 那等具有民众的这种挑衅的味道 也是找到很多的质疑 但是不应该是这样当的 罗兽也当然也不能说他没有这个能力 他当然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一个大使 当然了这种大使吧 就是还是我不知道你也有多大啊 最好是去中国什么这个研究院也好啊 或者外交学会也好啊 挂一个虚职啊 不能说反省反省吧 可以写他的回忆录了啊 可以去做一下什么东西了啊 这个今天啊 在中国的外交一个成熟的外交 应该是稳定的外交 一个成熟的外交 应该是不能让你暂时的姿态来出现的外交啊 所以罗兽也自我辩护 达不到他的目的 也不要以什么为习近平的这个这个事情来 来掩盖他过去的这些啊 鲁莽的行为 好感谢和平先生的补充啊 那么今天我们这个华尔街论坛的直播呢 几个话题呢已经是讨论完了 中间的还插了一个这个感谢和平先生的这个提点 我们会在后面紧急制作这个河南突然投案的这个圆一把手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讨论 在这里啊也要感谢各位给我们打赏的观众 感谢麦团 感谢云水 感谢杨天 感谢如是我闻 感谢散医生啊 感谢各位的支持啊 那么我们会持续为大家来关注啊 这个贺锦丽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啊 他的一个表现 那么他如何扭转或者是说如何运用啊 他自身的一个一个形象 或者是说你如何从一个之前啊 在拜登身边一个看似无足轻重的一个啊 副总练一跃成为了现在这个重这个重心捧月吧 只是说他现在成为了非常呃有竞争力的这样的一个呃 美国白宫的一个呃这个竞争者这个呢是可能是屏幕前的各位最想关注的 毕竟啊在7月22日之前那么我们对于贺锦丽的了解还是太少太少 但是在后面我们会加大对于贺锦丽他的整个人生轨迹的报道 那么再次感谢卖团云水阳天如是我闻和散医生啊 那么华尔街论坛会在明天继续回归和大家聊一聊啊 过去十几个小时里啊最热门的各种事 那么呃在我们说话的这个功夫啊 其实我们的这个系统啊也在处理着时下最热门的这个中国各类的社会话题 那比如说刚才的这个董雨晖哎怎么拿7000多万买下了公司啊 晋升也不能说晋升出户哎怎么拿怎么是从这个呃 于敏红身边啊两个师徒二人是这个好好聚好散啊 那那未来的路啊怎么走 那么我们已经我们的这个相应的视频节目是已经在制作中的其中最最快的一切马上就会播出 那另外在我们这个直播结束之后呢还有华尔街联报啊和大家聊一聊这个各类热点的新闻 那么敬请期待明天的华尔街论坛我们不见不散